请 请 请进 装神弄鬼 约会约完啦 再不回来 外边都该下露水了 一个人值班呢 那我们进去吧 方便吗 方便啊 你这么小的鞋我怎么穿呀 我们有规定 必须得穿拖鞋 这就为你插送线的了吗 哦 这就为你插送线的了吗 坐吧 王女 沐建峰对自己的冲动 有点后悔 但赵义琴平时告诉她的 茉莉的小秘密 又在心里挥之不惧 于是她来到总机班等 想耳听为实 沐建峰的出现 使赵义琴欣喜不已 她隐约感到 沐建峰此行的目的 她有些期待 接到那个 打往茉莉宿舍的 岳阳长途了 BAC number BACK BACK RU 你敢去告诉她实话吗 告诉她我今天是怎么拐弹的 怎么无赖的对你死缠烂打 你又怎么对死缠烂打并不反悔 我说我这心里还觉得挺点劲 你就是这么个人 恨不得天下人都喜欢你 是 喜欢你并不难 可是人家被你勾起来的情感 甚至欲望 你是从来都不负责任的 他都不负责任的 我愿意不得 你手不负责任的 对不负责任的 那些人都会负责任的 你怎么负责任的 可不负责任的 你不能负责任的 我愿意不得 你不负责任的 你不负责任的 她控制了她 吸引了她 而在这同时 却也使她忧心忡忡 由于她既坚定不移 又放纵自己 既感情丰富又完事不公 她该搞糊涂了 这些不相协调的性格 都是她那温柔的头脑 所无法解答的 那你去告诉她 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退伍老铁 她正在追你 她没钱没权没出息 恐怕一辈子最大的出息 就是能够把你给追上 偶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我们总机房印象怎么样 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躺在你们的集体柜房里 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再等一会儿 我十二点就下班了 还有二十分钟 要不咱们跳舞吧 省得你在那儿老犯困 你还会跳舞呢 我们总机班女孩都会跳 行 你跳吧 我看着 我一个人怎么跳啊 咱俩一块儿跳 起来 起来 精神精神 快 起来 你跳吧 那么懒呢 预备 起 鸡米鸡米鸡米 啊家啊家啊家 鸡米鸡米鸡米 啊家啊家啊家 你们这些农村来的女兵 就是这么加速城市化的 想让你高兴一点儿 你还挖苦我 跳 您好总机 请问接哪里 您好 帮忙接一下二零八号路到二零五 请稍等 马上给你接二零八号路到二零五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呀 有一个战友走丢了 然后就没着急 今天找到他了 可是去找他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都有 咱们是谁 做什么案 都是我的战友啊 战友 你哪来的战友啊 他叫什么 你们约的同事我可都知道 你能不能不这么一神一鬼的呀 我就不能出去有点事吗 出去有事 你这跟哪个男的约会去了吗 还凭我说有战友失踪 那我要跟你解释多二倍 你才相信啊 那我要跟你解释多二倍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啊 你行吗 我去帮你等我家 换鞋 你们两个吵架 吓着你了吧 一副孩子给大人压惊的样子 我以为你特别想知道 小莫大夫的事 谁他们想知道他们两人的事 小傻丫头 没事没事 小莫大夫男朋友脾气不是很好 估计一会儿又得把他骂哭了 你要是不想听 我再帮你听一下 我说总机小姐 你偷听够了吗 我没偷听啊 不是的 是刚才是因为有外线 要接进来想找小莫大夫 不是 是要接二零五 我所以我看一下 是不是还还在战线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们常常偷听 国际长途一分钟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花了这么多钱 还要被你们偷听吗 你姓什么 我 姓 姓赵 把你们领导叫来 我们领导已经睡了 睡了把他叫醒 你凶什么嘛 你说叫 就叫呗 我是领导 有什么话跟我说 你是领导 总机班怎么会有难的 哪儿都有难的 你们这个总机班实在是太有小话 竟然敢偷听电话还不是第一次 你们这叫缺乏职业道德 懂吗 我必须举报你们 我必须举报你们 行 你举报吧 好 我没了 我下一个 concepts 我回来了 诶 建峰 趁好店儿啊 招肌毛红的找我 什么事儿 贷款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只要我们公司干起来 钱马上到位 你那货员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这销路的事我也想好了 我有好几个战友 都在机关单位 我跟他们都打过招呼了 他们单位都需要这个 还有办公室我也找好了 逛两天 你去看看 伙计 这些事你全能还了 我还有事 待会儿先走一步 你准备一下 逛两天 咱们就起招开干了 行 这样吧 起招事我来办 工厂那儿我有人 办得快忙不是 也行 咱一块儿吃个饭聊一会儿 改天 行行 莫大夫 开饭了 帮我排个队吧 行 不过你可得快点 不然好菜都卖完了 好 谢谢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你要还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比招 好 谢谢 莫大夫 这会儿有空吗 进来吧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文婷没什么大事 别太担心了 他在曾补玉家住了几天 这是他留下来的 他不让补玉告诉你 八年二十五 那是上个 比拐天 沐建峰开着车 我们俩一块儿去的 怕惊动文婷 路上沐建峰连我都瞒着 到了补玉那儿 我才知道他去了 补玉家离这儿有多远 这儿有多远 开车三 四个小时 要是坐长途车 估计得半天 三 四个小时 来得及 他现在已经离开 补玉那儿了 但至少人没事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小莫 那天是我时空 说了些不着调的话 我向你道歉 要换做是我 我说的话更不着调 别有兴趣 我说最后很礼 我许望 庸爺 最后很靓 我许望 你接下来 我许望 吴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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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吴泰沙 吴泰沙 吴泰沙 我伴泰沙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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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夫 好久没见了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我家那位 是吧 王大夫来了 你好 我是王剑云 王大夫你好 王大夫 咱们进屋说吧 好 请进 先进去了 来 你啊 先坐一下啊 王大夫 好 我进屋去给你倒杯水去 走 哎 博宇 不用麻烦了 文婷 没再联系过你吗 你稍等一下啊 还上个礼拜寄了封信 但是没有寄件地址 我能看一下 我能看一下吗 也没写几句话 主要说 给我打拼了药方子 给我爸吃偏瘫的 你别说啊 那药还真是挺好用的 我爸吃了几副之后 说话都利索了 我估计 他现在这个单位 应该是家医院 而且很有可能 是研究老年疾病的医院 这附近 好像是有个老干部疗癌院 凯茨毕每天在他的 豪华大房子里 举行盛大宴会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戴希 向他炫耀他的财富 因为戴希在十多年前 跟凯茨毕分手 我嫁给了一个富豪的儿子 但盖茨毕 其实一直很爱戴希 那后来呢 后来 盖茨毕跟盖希 还真的破定重远了 没了 怎么会没了 故事才刚刚开始 对了 那戴希怎么办呀 他不是嫁给富豪的儿子了吗 是啊 那个人叫汤姆 但是戴希发现 被他甩掉的盖茨毕 是现在更大的富豪 再后来呢 再后来 盖茨毕就为戴希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呀 自己去看书吗 你知道我看不懂那个 我一开始也看不懂 看看就懂了 这个 这个 我见过啊 我想起来了 这个 我们去你们连队的时候 茉莉手里就有一本这个书 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 她怎么那么喜欢看书啊 晚上熄了灯 打着手电筒也要看 我就觉得特浪费 你接着电池 也好几毛钱呢 后来我调到总机班 还老听她在电话里跟人说 看了什么书啊什么书的 茉莉推荐你看的 不是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 像盖茨饼一样 特别喜欢莫莉啊 像盖茨饼一样 特别喜欢莫莉啊 沐建峰 我觉得 是我一直在追你啊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 别胡扯啊 说嘛 你俩搞对象了没 我就是想去看看 美国到底有多好 我这种人跟他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怎么会呢 我不信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实话呢 我一直挺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的 我一直挺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的 一听到有关茉莉的事 就会跑来告诉你 你就成全我对他那点阴暗的好奇心是不是 你就这么来逃我好 你是心太善呢还是太自卑啊 才真的uarona 看来我比我比他十一 还 THERE бо我们在里面也拍了 一顾不顺义 有一颗 那还是张,有钱的 我们在里面是得�一次icles 人家把告状信都告到总部办公室了 我让你把检讨写得深刻点 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连外国打过来的岳阳电话 你们都敢听 你是不是真带着一个男人 到总继房陪你职业班呢 你以为你不提就算了 人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个男的说话了 还说自己是领导 胆子不小 总继班的纪律 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入 我就没提 你还记得总继班的纪律呀 像你这样违反纪律 延长合法监听时间 班里有几个呀 不知道 不知道 赵雨晴 你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现在不是部队了 是盈利单位 是可以按照工作表现 招聘和解聘员工的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赶紧交代 来 一直以来 参与偷听的都哪些人呢 报告班长 我 我真不知道 那个陪你职业班的呢 你们是不是在总继房搞对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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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弄谁呢 我又不是昨天才刚出生的 我也搞个对象 我问你 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单位的 也不知道 行 赵雨晴 有本事你就一直不说 就给我 就给我重新写份检讨 给大家写 给上级领导写 就说整个总继班就你一个人 违反机会 延长合法监听时间 所有的责任 就你一个人承担 还有那个 神秘的男人 你也都替他担任 你愿意再写一份这样的检讨吗 你愿意再写一份这样的检讨吗 现在低头还有个屁用 一个班三十几个人 一个季度的奖金都让你给弄没了 上边还让我追查到底 去 再写一份检讨 再写一份 再写一份 班长 我要是写了 你能不解聘我吗 那可不是我能决定 想不被解聘 就把其他偷听电话人的名单 给我通通列出来 停 好像没把咱弓出来 来 走吧 走吧 走 我们这儿的化验员 从建院都来了 那建院大概是什么时候 六五年 六五年 那咱们这儿招的 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有没有一个叫文婷呢 没有 前两天招了几个清洁工 都是附近的村民 那您有他们的照片吗 让我看一遍 有照片 也不能随便给你们看呀 哦 同志 如果不方便呢 有没有他们的签名 您拿过来让我看一下也行 这样我就能认出他的笔迹了 你们有单位的介绍信吗 打个比方 我要是去你们单位 说是某某某待着 你们那儿的人 能让我看员工的答案和资料吗 我可以给王大夫证明 他就是铁道工程总部医院的 你给他证明吗 那谁给你证明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不是 我们实在太着急了 就没来机开介绍信 是啊 您看 我们也不像坏人吧 是啊 前两天啊 我们这儿来的俩小偷 如果他不做案 跟好人一样 同志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 因为他是个病人 所以我们才请您 帮助我们找到他 你 你这么说话 你这 这 你觉得我们俩小偷吗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也不知道你们来的 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帮你们什么呀 说不定啊 一会儿我们这儿 又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呢 你这 您还是处长呢 怎么张嘴就讹人呢 我怎么讹你们了 你们再这么胡搅瞒瞻 我叫警卫把你们轰出去 行 行行行 行 我告诉你 你这个态度很有问题 什么态度 你先别着急 我招什么急 我整个还在回张说里面 别别别 你这把你给撵出去了 他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今天我爱你 他不是让人不成功吗 我一个一个挨个分 我就不信我们不让问题在哪儿 我们再想想大理法嘛 这是 那怎么先走吧 什么态度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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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着急啊 有信来 应该就证明他还挺好的 行了 那就谢谢你了 这份信我先留下来 有什么事我打电话 再见 保重啊 对了 如果你还能碰见他的话 就告诉他 就说我不会死心的 我会永远等的 我会是您想把我打电话 官方不理解 我警察 想把我打电话 他应该怎么办 也不是有什么事我说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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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 上去 请连账正事 倒酒 是 诸位战友 一 二 三 干 干 干 吹正心 康康几枪 漫画浩金斗志昂扬 吹正心 康康几枪 奔向中国最需要的地方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潜伏鸟都没错吧 为战备慌 为人民 各地参丞手奸商 奔向中国 方天世界 天灵杂志 志在此 恩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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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点 倒点 你哭个茄子呀 一个都忘了我们在 部队的时候的样子了吧 我们都是老虎连的战士 不是孙包 连长啊 这之前啊 总觉得 转业以后 就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可回来以后发现 原来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家 我这老婆啊 就觉得我不去单位 八家领导 不出去应酬 得不到提升 工资挣得还少 可我哪会社会上 拉拢那套 咱是当兵的 当兵的 只会服从命令 老老实实的干活 就这几年 光离婚 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了 我也觉得累了 离就离 咱不怕 可孩子呢 孩子不能没有妈吧 连长 今天 其实咱们老虎连战友们 都响了 让我说他们不敢了 怕丢人 怕丢人 丢他们茄子 他们都是我的兵 我的兄弟 我的亲人 丢他们什么人呢你 苦啊 能苦过当初我们打山钻洞吗 在我们这儿 没有打不穿的山 没有填不平的河 对啊 咱怕嘛 咱根本就不怕这些 不就是怕没个叛徒 没个主心骨吗 你知道我觉得 我们现在像什么吗 像一群 没有娘养的孩子 那 离开了部队 咱们这心里 就没得着了 就没着了 我一老虎连连长 每天干的都是 机关 推手大爷干的事 我心里边 也没着没落啊 连长 你是我们连长 以后还是我们连长 一辈子都是我们连长 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干呗 从哪儿跌倒了 就他妈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对不对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老虎连的战士 老虎啊 老虎怕怕什么 如果兄弟们 还相信我沐建峰的话 这里当我做成了 你们所有人 跟着我打天下去 你们所有人 跟着我 好好吃 好好喝 老婆孩子 越可痛 好 跟着连长一起干 跟连长一起干 跟连长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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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也要挡你的时候 干 你喜欢我就更没用 为什么没有用 你会因为喜欢我而离开他吗 不会 对吧 同志 同志 您办什么业务 好 美国长途 交下信用证 好 押金一把 三号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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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